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伙伴Chat Guidance为您带来的纯粹的技术分析节目 我是尼尔斯·巴朗格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黄金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周黄金图 时间段超过15年 根据我们的MACD技术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预测是消极的 在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慢慢上升 这里表示支撑黄金价格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阅度图表 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线有交汇的趋势 代表了价格将会达到一个中间值 而且前面的价格在平均价格之下 位于1247 这是一个消极的价格 第二部分表示了价格在达到上升的趋势之后 目前消极的区域 第三部分同样处在消极的区域 并告诉我们价格达到临界点还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指数表现 在一周图上 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有力的购买信号 在2001年的时候 在2012年的时候得到卖出的最佳信号 在这个位置得到了消极的信号 而在显示部分 我们看到了 8月份的价格是1370 9月份10月份的价格是1287 在11月12月的价格是1261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 任何价格上的突破都需要至少一个月 在下一张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月图表 从图中的指标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卖出信号 在这两个位置分别是买入信号 非常的典型 而当价格达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关闭了后续观察 因为价格已经触底 买入压力已经和卖出压力相匹配 到夏天之前 也许将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一张图中的MAC地线 虽然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仍然停留在消极的区域 仍然处在触底价格的上端 而在这个图中 可以看到这几个曲线都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距离目标价位 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好的在接下来的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五个黄金价格触底的情况 价格的走势非常的明朗 目前已经从触底的趋势开始进行反弹 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所说到的 黄金到夏天为止的时候 都将会出现一个触底的情况 而黄金价格的走势 在达到触底价格之前 都将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感谢收看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伙伴 Chart Guidance为您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